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,获取最新女排消息,请点击订阅。 北京时间2月22日,中国排协发布了球员最新集训画面,主教练蔡斌首次谈到了朱婷是否回归国家队的问题。 下面也来看具体情况,中国女排集训大名单公布之后,朱婷落选,但她的二号球依然被保留。 朱婷之前也接受了媒体采访,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而战。 对于蔡斌的态度,这次也是第一次被报道出来,对于朱婷是否回归国家队。 蔡斌说我也是第一次谈朱婷这个问题,我们都有交流,都有沟通,最近可能她意大利联赛整个赛程比较忙,她对自己的身体可能不是感觉特别好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还是会尊重她的想法,同时国家队大门还是会向她敞开,那么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状态,为国而战。 朱婷目前有伤病,年龄也来到了29岁,密集的赛程,高强度的对抗。 对于一个年近30岁的球员来说,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。 从蔡斌的表述来看,一方面,她尊重朱婷个人的想法,另一方面,她仍表达了国家队还是为朱婷敞开,希望她以好的状态。 重返女排为国征战,鉴于张长宁也处于伤病恢复之中,国际比赛打成什么也是未知数,王云露强攻能力有限,吴梦杰,王毅竹大赛经验不足,蔡斌应该还是希望朱婷重返国家队的。 我们都有交流,都有沟通,那么最近可能她意大利的联赛整个赛程比较忙,同时她对自己的身体可能不是特别,感觉特别好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尊重她的个人想法,同时我觉得国家队大门还是会向她敞开,那么希望她也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状态。 从集训的画面来看,李盈盈,袁新月,龚翔宇,王云露等都是在接一传,蔡斌对于球队的要求是提速,提速的前提就是一传保障,球员刚刚经过国内联赛,训练强度还是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让人比较吃惊的是,蔡斌整个人销售了很多,由于中国女排在奥运资格赛未能提前拿到巴黎门票, 国内对蔡斌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,坐在中国女排这个位置上,压力还是非常大的,这次集训目的,主要还是磨合球队,第一时间拿到奥运资格,不管朱婷回归与否,蔡斌率领这支女排在巴黎奥运取得好成绩还是很难的。 此外,主教练蔡斌也提到了张长宁入选国家队的问题,或许有球迷对于张长宁联赛中扣几次球,就入选国家队而提出质疑,不过作为专业教练,特别是前江苏女排主教练,蔡斌对于张长宁的能力还是比较了解的。 张长宁这次重返中国女排,蔡斌说她也跟我们表达了想为国而战的意愿,我觉得很好,因为她不可能停了一段时间,而且做了手术以后马上就上场打,她需要体能上的一个康复,我觉得联赛后面她尽管上去,打的场子不多,这次把她入选到名单里,希望她能通过这次的机会,能够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,同时把伤病控制住,为队伍多出力,通过这段话来看。 张长宁半月板手术应该是没有大碍了,主要是一个体能的恢复,张长宁回归中国女排还是有两个方面的作用,第一本身,她恢复良好的话,是有望缓解李盈盈对角主攻问题的,第二张长宁即便是没能竞争到首发主力,作为替补,特别是拥有三大赛经验的老将,张长宁对于吴梦杰,王毅竹,庄宇山等年轻球员,也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。 李盈盈在国家队当了四年替补,而那个时候张长宁已经作文首发了,主攻位置有一位老将,对于人员更迭的女排,还是非常需要的。 从眼下集训到五月中旬,世界联赛开打,张长宁有三个月左右的恢复时间,联赛期间,江苏主教练施海荣称,张长宁已经恢复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再有两个月她基本上就可以打满全场的体能需要。 重返中国女排,虽然球队已经提速,但是张长宁对这种打法不陌生,蔡斌几乎就是把江苏女排的快速拉开战术,直接搬到了国家队。 张长宁回归的话,中国女排又恢复了张长宁家公祥宇家王孟杰的后排一船铁三角,这也是当时郎平高快打法的一个后排主要保障体系。 另外,张长宁在联赛期间本身就与凋零羽有过太多的实战磨合,两个人的配合也不成问题,只要张长宁体能上恢复到八、九成,他的能力还是要超过王云露、庄宇山、吴孟杰、王毅竹这些人的。 从联赛短暂的上场来看,张长宁一船、防守、进攻的感觉都在,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恢复过程。 张长宁先于朱廷归队,恐怕蔡斌在心里还是有些底气了,毕竟王云露在这两年前排强攻能力有限,而吴孟杰、王毅竹的一船,蔡斌也不敢拿这两位00后在世界联赛上大胆锻炼,一旦拿不到奥运门票,这个结果是难以让人接受的。 因此还是希望张长宁能尽快恢复吧。 22日,吴孟杰和队友们开始今年中国女排首期集训,这是他第一次入选国家队新赛季首期集训名单。 小编了解到,最近吴孟杰实力一直处于上升阶段,其中一硬核已超过名将朱廷,有望提升中国女排强攻火力。 进攻点高是吴孟杰的一大标签,这一特长让他得到不少球迷的追捧,享有小朱廷之美誉。 前几个赛季,不少球迷为他为进入国家队打抱不平。 一年前,吴孟杰首次进入中国女排集训名单,半年后首次踏入中国女排大门。 去年秋季,吴孟杰作为中国女排议员,先后参加了奥运会资格赛杭州亚运会,其表现得到外界肯定。 这次是吴孟杰第一次参加中国女排新赛季首期集训,这表明最近一年他在国内外比赛的表现得到蔡冰的充分认可。 小编从江苏排球圈了解到,最近一年吴孟杰的实力一直在涨,主要表现在一传、防守和进攻、篮网等环节均有提高。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排球教练说,前些年吴孟杰一直没有进入国家队,经验欠缺只是一方面原因,他的一传、防守是技术软肋,上赛季他的下三路水平明显提高了,这些通过他在奥运会资格赛杭州亚运会的表现就可以看出。 这位教练还抖出猛料,吴孟杰的弹跳摸高已经达到3.30米多,这项指标超过了朱婷,扣球高度地提高,表明他的强攻威胁性更大了。 弹跳摸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名主攻手的强攻实力。 40年前,狼平能击身世界女子排弹三大重炮手行列,扣球点高是一大硬核,当时铁狼头的弹跳摸高达到3.19米,在国内高居第一。 10年前,朱婷能从国家青年队核心跃升为中国女排头号主攻手,高人一筹的强攻能力也是其立足之本。 朱婷顶峰期,弹跳摸高达到3.32米,朱婷没有进入中国女排今年集训名单,事后他表示会努力调整身体和技术状态,做好回归中国女排国家队的准备。 不过,朱婷未击身今年集训名单,至少表明他有可能不参加年内中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,因此吴孟杰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排的一个变数,毕竟最近一年他的球一直在涨。 这位教练认为,虽然王云露不被外界看好,但他后排技术好水平发挥稳定,而且过去两个赛季一直在国家队训练和比赛,与队友们默契度较高,从用熟不用生的原则考虑,王云露仍然是蔡斌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,不过主攻线整体实力偏弱,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突出问题。 本赛季吴孟杰的实力能长到什么高度,他在国家队能起到多大作用,这是本赛季中国女排的一大看点。 小 Propagno